过去的这个早上我们也为会员朋友们继续来在思想先驱报中分享来自国际媒体以及国际观察人士有关于中国的最新观察 有关于习近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领导人外界多有褒贬不一 但是有一点似乎大家是有共识的 就是他在变而且变的手法之剧烈之迅速往往是超过了一般观察人士的想象 但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到底是向怎样的方向呢 习近平是不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还是习近平要进行某一种苏联式的改革 还是习近平这一次变化与毛氏苏氏都有所不同 这是在思想先驱报中我们为大家所分享到的有关的话题 我也特别注意到在刚才在和平先生讲话的同时 我也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在这个我们叫做迷红闪耀的上海夜滩 为大家录了一段小视频 讲到这一次到中国访问将解决诸多的问题 而且同时也讲到这一次要与中国谈判的问题 是对于美国人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 其中特别提到了有关于芬太尼的危机 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卖团感谢金山感谢如是我闻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 稍后华尔街联报继续为您带来过去24小时的最新消息评论 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4月到日3日 这期热点深度一起来继续关注袁家军探到习近平来重庆 检查他清理陈明尔留下烂摊子的成绩 而习近平五年之后重回山城 不仅是考察总书记接班人选 同时也有可能是给总理人选之音宁 结合习近平在重庆视察的地方 他或许也正在未出访欧洲进行热身 欢迎来到我们的热点深度节目 袁家军正成为近期热能话题人物 他会接班习近平成为未来的总书记 还是替下李强做新制生产力电小二 北京时间4月20报道 习近平4月20报道 习近平4月22日至23日在重庆市考察调研 他先后到访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 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了解当地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实施城市更新和保障改善民生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情况 根据新闻报道中的影像 身材健硕的袁家军在习近平身边 似乎还要第一个头 原家军有多高2023年他和马英九的一张合影显示 原家军似乎比马英九高一些 根据2016年马英九的健康检查 马英九身高178公分 但原家军的身高也应该在178之上 原家军也被认为是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 24位委员中的颜值第一梯队任务 一位中国时政观察人士向华尔街电视透露 原家军的帅可谓是有口皆碑 早年也传出原家军带的女学生暗恋原家军的消息 据称原家军挪过离婚又复婚的经历 他的夫人据说也是科研人员 但身体状况前佳 根据2003年一段采访 主持人提到 在原家军1996赢5月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五院副院长之后 当时五院开过一次家属的联欢会 结果在这个联欢会 院长就问咱们所有的家属 你们都有什么意见你们都提提吧 结果当时原家军夫人就仿声大哭 对此原家军承认 不过她更正称 不应该说是仿声大哭 可能是流眼泪了 原家军遇有意思 同样根据上年2003年一段采访 原家军提到 我的孩子生下24天 我就到德国到德国去学习 那么回来的时候快一岁半了 原家军是在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 在德国宇航院机构力学研究所进修学习 这么推理 原家军的这个孩子应该是生于1989年上半年左右 习近平上一次去往重庆 是在2019年4月 媒体自由亚洲在当时 有文章称 在当时有文章称 习近平进入中南海之后 前后去过三次重庆 每次前往的直接目的 都是为在位市委书记站台捧场 撑腰打气 第一位是60年前就在中南海里嘲笑过她习近平时 令她习近平自幼近尾 在主政重庆时一度因强力推行唱红打黑 专享行动 而与习近平志同道合的薄熙来 第二位是被习近平当面夸赞这一大有希望 连当时的中共官媒都已经暗示即将成为李克强 总理接班人的孙政才 第三位就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出身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曾被人民日报特别发文 一项事员提醒是仅有的三位60后省委书记之一 被习近平抢在十九大召开之前 及安台接掌重庆市委的陈敏尔 2024年这一次则是换成了袁家军 2023年7月重庆市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政治建设不仅再度被放在首位 放在首位这场主打加快建设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的会议 还明确提出要持续修复进化政治生态 深入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为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尽管这并非袁家军来与后 薄王孙邓流毒首度重出江湖 但在袁掌舵重庆的最高决策层的语境中 却是第一次被明确提出 意味着已持续困扰重庆政坛超过10年的沉重历史包袱 并被因迈入后疫情时代的新经济发展阶段 而被放下 从决议文件的内容看来 袁家军领导的重庆高层 可能是希望利用本届市委五年任期 完成山城政治生态修复进化工程 目标在2027年以前让薄王孙邓流毒实现翻天 上面提到的中国时政观察员是认为 习近平2024年这次来重庆 不仅是考察袁家军怎么解决前任 尤其沉民耳流下的烂摊子 另一方面 习近平这一次去除庆 是给中国政坛另一人物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一点颜色看看 让陈吉宁知道他还有个竞争对手 陈吉宁被认为是下一任国务院总理的热门接班人选 如果袁家军是与陈吉宁竞争下一任总理 那袁家军更有优势 因为以他航天系统的出身 他更符合习近平现在所大力推荐的新制生产力 稍早人民日报刊发袁家军署名文章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一个地方领导人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袁家军完全有势力去竞争下一任总理 或者常务副总理 尤其是现在经过李强重新塑造 中国总理的意义产生了变化 李强以电效二的心态做总理 成功把中国国务院总理降级为执行者的角色 下一届总理不管是不是袁家军 至少是科学家的概率很大 2023年9月 习近平在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的一个座谈会上 首次提到新制生产力 他当时表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心产业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此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及中共中央这与第十一次集体学习 都提到新制生产力 但为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直到2024年3月份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成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 而后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及 袁家军的聪明和讨巧体现在不少方面 举例来说 哪怕谢妹 袁家军也是不露痕迹的水平 比如2022年底 中国多地相继发生民众抗疫防疫措施的活动后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 强调灌疫情防控是为了防住病毒 不是为了防住人 当年10月29日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号浙江宣传 星期二十九日下午发表这篇题为人民至上 不是防疫至上的长文 对于清零的态度 文章说 中央递下来的动态清零总方针 优化防控二十条措施 一些地方有不同解读 极大降低了中央政策的权威性 简单的阅读理解 就是上面的指示是好的 只是下面执行歪了 这也大致是袁家军在浙江最后做的一件大事 202012月初袁家军不再兼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就无意与大内接替调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陈明尔 出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而习近平在重庆的行长或许显示出 他正为接下来出访欧洲做热身 习近平此次考察的第一站 是重庆国际物流输影园区 园区成立于2007年9月 这里是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连运班列始发站 以建成面积达22平方公里 10年前习近平访问欧洲期间 在德国杜伊斯堡车站 见证了一列于兴欧铁路班列缓缓进站 该趟列车就是从重庆这座枢纽园区始发的 重庆过流输流枢纽园区是重庆市推动成域地区 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承载地 从地理优势上看 这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 向西开放中欧班列串联大通道向南出海 西部陆海新通道成为新通道成为新动脉 于永四个方向的国际班列开行线路62条 辐射112个国家的503的档口 从功能设计展开 园区设有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 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等 是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国家骨干了练物流基地 多市连域示范工程 铁道火车集装箱是这座园区最鲜明的元素 货车司机火车员工园区管理者 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W付 刚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你喜好的简报新闻 永远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关注CNN最新报道 中国的顶级间谍机构 在国家安全教育日上发布的一部精心制作的视频中向中国人民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外国间谍无处不在 在一段充满不祥音乐的视频中 一个面容宽阔 眼珠灵活的男人 化身为街头时尚摄影师 实验室技术员 商人和送餐司机 甚至设下了一个线上的诱饵陷阱 以获取各行各业的敏感国家机密 在人群中 你可能从未注意到他 他的身份多变 行踪难寻 一位旁白说道 他们无处不在 狡猾 阴险 他们可能就在我们生活的身边 最终 中国警方在多次公众举报后 在一次戏剧性的伏击中 抓住了这名间谍 他们可以化身为任何人 但在人群中 你和我都在共同保护着国家安全 旁白总结道 我们14亿人民 就是14亿道防线 这段三分钟的视频 是中国强大的民间间谍机构 国家安全部 MSS 最新的宣传推动 旨在精神上 武装中国公众 以抵御其所认为的外国间谍 日益增长的危险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最具威权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臭名昭著的 保密间谍机构的公众形象 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并扩大了其任务范围 从一个没有任何可辨认的 公开面貌的神秘组织 MSS已经转变成了公共生活中 高度可见的存在 在中国城市 关于国家安全的海报和标语 现在已经成为人行到地铁列车 校园和广告牌上的常见景象 在社交媒体上 该部门每天几乎都会发布 关于国家安全的评论 短视频 甚至漫画 警告公众 对国家的普遍威胁 根据MSS的说法 外国间谍无所不在 渗透到了一切 从地图应用到气象站 该部门还发布了美国和英国间谍机构 据称进行的间谍活动的详细信息 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 或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 据称被钟情局招募的情况 上周 在一部记录片中 MSS公布了 一个中国科学家 因向外国情报机构出售 国家机密而被判处死刑的事件 以纪念国家安全教育 纪录片没有明确提到是哪个国家 但其画面显示了一面美国国旗 和美国国会大厦 MSS的转变 是习近平在面对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日益严峻的国内挑战 是进行的全面国家安全改革的一部分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 MSS已经采取了重大举措 向其他政府机构和更广泛的社会提供指导 这些努力旨在在情报威胁格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提高反间谍意识 并加强安全措施 美国吉尔福德学院政治学教授 XUASI过说道 其目标是赋予中国公民和实体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以增强他们的警惕性 并有效的预防间谍活动 对外部威胁的强调 还有助于北京转移国内 对其政策的批评 将责任转嫁给外国势力 这是中国政府在公众不满情绪高涨期间 反复采用的一种策略 最近是针对2022年底 对习近平采取强硬措施 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 引发的抗议活动 MSS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也表明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日益安全化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各种问题都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是对中国生活和社会安全化的迹象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亚洲政策项目主任 Shina Chestnut-Greitens说道 中国的情报机构被形容为CIA和FBI的结合体 尽管MSS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更加浓密的神秘中 没有官方网站或公开联系方式或发言人 但随着习近平将国家安全列为重要优先事项 中国的间谍机构逐渐摆脱了阴影 2015年 MSS通过建立热线和网站 设立了首个公开联系点 鼓励人们举报任何涉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 同年 中国将4月15日定为国家安全教育日 2020年 该部门开始制作宣传材料 从海报到动画 都有一个名为国家安全宣传工作室的专门办公室负责 次年MSS首次向国家媒体发布了一份关于其角色和招聘渠道的问答 向公众介绍了其情报工作 同年晚些时候 负责情报机构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官员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新闻节目中露面 这是一次罕见的出现 受到了国家媒体的注意 声音特工队是一系列基于真实反间谍行动的漫画系列 根据中国情报机构的说法 MSS的社交媒体首次亮相 是去年8月 该部门在中国最流行的社交应用程序微信上开设了官方账号 并呼吁社会各界成员加入对外国渗透的斗争 其发布的帖子经常吸引数十万次观看并被广泛分享 今年该部门加大了其多媒体活动 今年1月 他推出了一系列名为声音特工队的漫画连环剧 描绘了一支由5名秘密警察组成的队伍追踪外国间谍的情节 这些情节据说是受到真实反间谍行动的启发 在其中一期中 一群外国人被秘密警察追踪 他们试图以房地产开发的名义 开展战略性稀土金属开采活动 在另一期中 一名卧底MSS特工 在一家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调查其可疑行为 包括与关键敏感领域的专家的联系 德克萨斯大学的格雷腾斯说 MSS决定建立社交媒体存在是一个反常现象 考虑到其传统上低调的形象 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 他于2022年末被任命格雷腾斯说 陈被普遍视为习近平的亲信 在习担任这将省省级官员时已在齐挥下工作多年 他已利用社交媒体传递官方信息而闻名 多年来 陈一直在强调新媒体对于引导党的政法和国家安全工作的舆论的重要性 因此部分原因似乎是他在国家安全部工作上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格雷腾斯说 此外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领导的一个强大机构 于去年5月批准了一份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公众教育的文件 似乎为MSS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提供了高层覆盖 他补充说 MSS的警告似乎针对各种各样的目标 去年的一篇帖子中 该部门称发现了数百个非法气象战 他们为外国国家进行间谍活动 包括军事基地 国防公司财产和主要粮食产区 在另一篇帖子中 该部门警告反对试图通过虚假叙事来贬低中国经济的评论 这种评论试图通过虚假叙事来促进中国的衰落 称这种批评是试图攻击其社会主义制度并战略性的遏制和压制中国 以前可能被认为是纯粹科学或纯粹在商业和经济领域的事情 现在都有了这一层保密性 格雷腾斯说 无论是数据收集还是外国咨询公司进行的市场研究 去年5月央视报道说 国家安全机关对上海和纽约总部的国际咨询公司Capvision进行了突击检查 此前当局还突击检查了美国公司Mins Group的北京办事处 该公司专门从事公司禁止调查 同时拘留了其5名本地员工 并询问了美国咨询公司贝恩的上海分公司的员工 MSS对广泛范围的威胁的警惕与习近平的全面国家安全概念密切相关 这是一个包括20多个国家安全组成部分的总体框架 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生态以及网络空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并延伸至深海、极地和太空 中国还扩大了其已经广泛的反间谍法律范围 扩大了国家视为潜在间谍行为的行为范围 这现在包括了更广泛范围的活动 包括一些外国商业界人士认为是普通的日常的商业行为 吉尔福德学院的郭学之说 这种扩张还包括国家对调查和扣押电子设备、计算机和数字资产的权利 引发了对网络安全的高度关注 中国对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 不仅源于其认为国际环境日益恶化 特别是与美国的大国竞争还因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房地产危机和拖欠工资已经引发了零星的抗议活动 经济衰退的恶化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国内动荡 郭学之说通过对国家安全的强调 习近平战略性的将部分批评和政策失败归咎于外部力量 MSS的宣传和教育活动 以及对国家安全举报的慷慨现金奖励 已经在网上激发了抓捕外国间谍的热情 在中国版的TikTok上 名人纷纷制作短视频 教导他们的粉丝如何识别间谍 在评论区 用户分享了他们自己举报或遇到涉嫌间谍的经历 在中国的类似Instagram的平台小红书上 一名年轻女子去年在一篇帖子中称 MSS的热线举报了她的男朋友是涉嫌间谍 引起了轰动 这名博主在之前的一篇帖子中表示 她的男朋友不记得中国国歌的确切歌词和曲调 女士们如果你的男朋友不能唱国歌 这正常吗 她在帖子中问道 格雷腾斯指出来自其他国家的过去案例表明 过度鼓励或奖励公民举报潜在安全威胁可能会适得其反 倾向是过度举报 格雷腾斯说 然后发生的情况是 你实际上可以在系统中得到大量的虚报 这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内产生非常腐蚀性的效果 对于中国公民和外国企业来说 潜在的影响可能会迅速积累 MSS不断发出的警告和其扩大的权力 已经引起了国际商界的警觉 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正试图吸引外国投资 以帮助振兴经济的时候 上个月 在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一群美国企业高管的一天之后 以及在约100名全球首席执行官出席的年度中国发展论坛不到一周之后 MSS发布了一段戏剧性的视频 警告公众警惕 外国咨询公司作为外国情报机构掩护的行为 这部时长6分钟的微电影 据该机构秤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展示了一家咨询公司 代表一个未知的外国间谍机构 从一家希望在国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窃取商业秘密 以及从中国空军那里获取敏感信息的情节 专家表示 这种视频可能会破坏北京的中心信息 及中国正在试图降低外国商业和投资的壁垒 这表明了来自高层的矛盾信息 以及对国家安全问题的不合理过分强调 这使得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美国Perkins Quad LLP律师事务所 北京合伙人詹姆斯 齐莫曼说 法律的模糊性和缺乏司法监督 来防止安全机构过度扩张 为外国公司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在中国对咨询行业进行打击之后 大多数外国咨询公司 已经调整了自己在中国的业务 有些公司将潜在有争议的禁止调查或事实调查工作 转移到了中国境外 齐莫曼说 仍然留在中国的一些公司被请去喝茶 他补充说 这是一个对警察询问的委婉说法 这不是因为他们正在接受调查 而是要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并提醒他们 他们也被安全机构监视着 自从在2022年底 开始他的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以来 习近平以多次敦促官员平衡发展与安全 称安全是发展的基础 但MSS的高调警告和突击行动 已经引起了外国企业的担忧 即在两者看起来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安全将占据主导地位 齐莫曼说 MSS更多的受到政治因素的驱动 而不是现实或良好的尝试 但这是具有习近平特色的中国 感谢观看